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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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整個行政院公營事業民運化推動及監督會的一個工作小組 他們大家一起還有各單位的隊友在裡面做個審查 所以你們單位派誰去 你們國防部派誰去參加這個小組 你說你剛剛拿著一個審查報告耶 替他們背書耶 以部長的身份不斷的念耶 空軍長次去做這個審查會 所以整個這個案件的審查最後沒有到你這裡嗎 對不對 他們中間開完會一些報告 就報告裡面我們提出的問題 所以你自己並沒有親自下去 那我請問原部長 以剛剛許天財委員所說 波音公司它美國波音它跟上海波音有股權的關係 也就是這個說法是雙向的 也就是上海波音也是美國波音的一部分 美國波音也是上海波音的一部分 那今天漢翔之所以必須民意化 最重要就是因為跟波音的合作 導致他必須要有民意化的身份 本來 本來公司的高級幕僚親口告訴我 因為跟波音的合作 他們必須去中國設立分公司 經由我在記者會揭露之後呢 漢翔一再改口 今天董事長在這裡說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本來他第一次說 說因為跟波音的合作 所以他們到中國要去維修 後來又改口說因為跟波音的合作 所以他們為了要能夠認證 所以他要到中國去被認證 換句話說間接跟中國 他們為了跟波音的合作 要進行這個民意化 從今天所有的跡象顯示 都是一個事實 包括唯一發聲反對主席才是的 丁守中委員 今天在這裡的質詢也顯示 是為了中國龐大的商機 為了中國的業務 今天我們如何能夠相信 你們在這裡保證 絕對不會有中國資金 絕對不會有中國業務 這些完全都不可信 部長那我要請問你 當美國波音跟上海波音之間的股權 有這種交柔關係的時候 你認為在你的了解 不能有中國資金 不能有中國業務的這個定義 你認為在你的定義 你審查通過是因為他承諾嗎 那在你的定義裡頭 這樣的話漢翔可不可以 跟美國波音合作 依你的定義 你認為他可不可以 我們所提出來的是有關於禁止 大陸資金投資這個部分 我們有提出一些意見 然後他們的回覆 也就是 這跟波音公司之間 我們也沒有提這一段 沒有啦 因為他們跟波音有合作 有業務了嘛 你們也講業務的問題 因為現在美國波音 我沒有要問他 我要問你啊 你替國家的國安把關啊 現在已經很清楚 美國的波音跟中國的波音之間 有股權的持股關係了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接波音的業務 你認為在你的所謂 中國業務跟中國資金當中 准不准許啦 他有些構案 另外他們有一些計畫構案 有牽涉到國防這個部分 他有定一些規定 這個 他的規定你不清楚嘛 對不對 好來我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國防部可不可信 本習其實處理過 我們的國防部 無視國家安全 是有前科的 這是民國98年到民國99年 本習所處理的案子 也就是 我們看到 中國海油跟中國天然氣 他們呢 分別用 一塊錢美金 在馬來西亞登記一家公司 叫COSO 分別用一千美金 在新加坡登記一家公司 叫做BGP 他們來標什麼呢 他們來標中油 的一個海底政策的標案 我們的海底啊 3D政策啊 他們兩家來標 結果這兩家呢 COSO第一名 然後呢 BGP第二名 部長你知不知道 COSO百分之百 是中國百分之百資金 去海外設立的Paper Company 而BGP也是中國百分之百的資金的公司 去 你知不知道工程會怎麼講 公共工程委員會說 他們不是中資公司 公共工程委員會說 大陸的資金到第三地區 好 根據我們的 辦法第三條 他是屬於外國廠商 好 國安的部分 你知道 國防部當時給的審查意見是什麼嗎 部長 你們的國防部給的審查意見 這麼不可信 來 你們提四點審查意見 其中最可笑的是 第四點 第四點 正波側刊之水文分析資料 這個是水文分析資料 你們說應注意保密及管制 所以他有機密 要管制 而且第二 要提供本部參考 國防部有參考價值 對於一個國家 海岸的水文資料 是國防部需要的資料 而且需要保密 可是你們國防部 在那個審查案件裡頭 竟然允許這種資料 是交給中國百分之百資金的 紙上公司得標 這就是國防部 國防部出賣國安 歷歷在目 今天漢翔 如出一策 你們國防部對於這一次 漢翔的標 的這個事故案 你們再度出賣我們的國安 多可笑的國防部啊 這個案子 本席花了兩年的時間 看一下這個時間表 如何的努力去阻擋 阻擋到最後才廢標 一直到年底 這個都還沒有 99年6月28 本席從98年開始 一路到99年年底 兩年的時間一路追 最後才廢標啦 而今天很清楚 本席在這裡再度要爆料 昨天也是親口告訴我 說為了播音要去中國設分公司 是你們身邊的高層幕僚親口告訴我的 昨天國民黨五個手指頭數得出來 五名以內的領導人之一親口告訴我 說擋不住 因為聽說已經講好了 你們早就有內定了 要賣給誰 聽說已經講好了 你們五個領導人數得出來 裡面的其中一個人親口告訴我 聽說已經講好了 我們還開什麼會 我們還需要什麼國會 我們還需要什麼國會 我們還要開什麼會 台灣還有沒有國安啊 我們的國防的戰略跟國防的政策 將因為漢翔的事故案 有了基本革命性的改變 那就是 我們不願意再用政府的資金 扶植一家國防戰略的 飛機航太產業公司 我們不願意再維持這種 我們要去研發飛機的升級 我們要去研發 我們所有的航太的機密 涉及航太機密 我們要確保我們國家 不會因為民運化以後 造成美國對我們的不信任 不再跟我們合作 造成法國對我們技術外流 到中國的不信任 我們等於出賣了所有其他國家 跟我們要技術合作的時候 對我們可以保護機密的信任 我們出賣所有這些信任 我們不再把它當作是國防政策的一環 我們只把它當作一門生意 國安今天在這個案子上被當成一門生意 從此 從此 他只是一門生意 把國家安全拿來當生意 去賺錢 而不想在航太產業上面 維持一個有國家安全不穩定因素的台灣 維持一個政府獨資 國營研發航太產業 航太工業的一個國營的 可以守密的 可以被信賴的 可以政府賠錢下去 我也要讓他去研發 我要升級 你們不願意了 你知不知道啊 顏部長 那個經濟不想要賺錢 我還可以說好 你就去賺錢 可是你國防部長 你國防部長 你今天把我們的 國防政策做了一個 這樣重大的決定 從此 航太工業在台灣 不是國防政策的一環 而純粹只是一個產業 一個生意 我們國家的航太 技術 要不要升級 要不要研發 要不要取得其他國家信任 全部在你的決策之下 被賣掉了 如同你們當初 賣掉我們的 海底水文資料一樣 你們竟然 把我們海底的水文資料 拿去出賣 而你們的公文明明寫著說 這個資料要手密 這個資料要提供我參考 你們還把它賣了 你們賣了的理由是什麼 說本部秉持一貫支持 政府政策的立場 配合推動兩岸能源合作 你們竟然用這樣的理由 寫在第一條 把我們的水文資料 當初就把它賣掉了 本席還有林淑芬委員 潘孟安委員 我們在經濟委員會 大家的合作之下 最後透過院會的決議 花了兩年的時間 才讓他廢標 第一名跟第二名 都是百分之百的中資 我今天在這裡 用我的生命 我要警告嚴明 你對不起台灣 你對不起台灣的國家安全 你完全對不起台灣的國家安全 你完全對不起 你以為 政府用計畫去委託亞航 去委託未來民營的漢翔 去委託其他 其他的航太產業 國際出名的航太產業 委託他們 他們就會接我們的案子 去替我們研發台灣的航太嗎 去研發我們的 我們的國防的升級嗎 有誰說你有錢 就願意幫你接案嗎 你沒有自己的國營的 國防的航太工業的 一家漢翔的時候 有誰會跟你接案 去為你這個國家的航太升級而服務呢 中國一干擾的時候 哪個國家 哪個公司 敢接你的案呢 你就維持一個漢翔 我百分之百的資金 我就是秘密的在研究什麼計畫 那也是我們國人的期望 法委員講沒錯 我們所有的國防安全 我們國軍的任務 就是要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 保護我們國家 老百姓生命財產的安全 只是我的任務 我的目標就是我所有的作為 所有的審查 就是以這種國家安全的目標 你還敢說所有的審查 我還可以負責來做這些事情 你連說我親簽 我親自主導 我親簽這個案 我負責你都沒有 你還說你這個審查 你能負什麼責任 你作為一個國防部的部長 這個公文 你還敢叫次長決行 這麼重大的一個 國防政策的一個改變 你竟然不願意 你自己親自來負責 不是我沒有說 不是我自己來負責 我們整個工作小組 就是一個團隊在作業 不是你簽的嗎 最後不是你決行的嗎 責任就是不在你嘛 就是不是你從頭到尾 你一手來 所有的安全出的問題 國防安全出的問題 就是我的責任 你的次長啊 憑什麼低檔得料 經濟部部長 憑什麼低檔得料 馬英九 憑什麼低檔得料 這不是用階級來做這個事情 做這個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個作業小組 整個來做審查的 你就是規避了你的責任 包括那個水文資料 也是一樣 那個審查 你完全沒有親自負責 你還在這裡 為那個審查的結論 在這裡說 我已經說了 國防部出賣國安 賢科所在啊 是有錢科的 海底的水文 明知道是國防需要的資料 明知道是需要保密的資料 國防部都曾經把它賣給中國啊 所以我們絕對沒有把國家的機密資料賣給別人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廢標啦 否則現在正在做的3D海底的水文探測 就是中國的公司在做啊 你們就是放行啦 害我們花了兩年才叫他廢標的啊 我們提出國防部的審查意見 不是說我們放行 所以你們的審查意見就是出賣國安嘛 就是這樣嘛 還有什麼話講 好 不認真 對不起國家 好 我想這個秘書長